错综情缘 在京城里有一位儒雅俊秀的年轻公子名为梁天玲 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小就被誉为京城第一公子 尽管年仅二十有四 但梁天玲以京城为朝中最年轻的宰府 承担着重要的国家政务 昭宁三年京城风起云涌 梁家与江家之间的婚约再度成为话题 祖辈兼早已定下的婚约终于要在梁天玲身上实现 梁家和江家都是京城的显赫氏族 而江家更是江南第一氏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梁天玲迎娶江家大小姐为妻新婚之夜 她眼中的妻子如同芙蓉一般娇艳动人 令她情不自禁的颤抖 然而在这美好的婚姻背后藏着一段错综复杂的情缘 这段婚约并非梁天玲与江家大小姐之间的意愿 而是祖辈之间的安排 江家大小姐长姐心中早已有了心上人 但在家族的压力下 她不得不接受这场婚姻 婚后 她的丈夫梁天玲及其家人对她皆十分善待 但她心中的挣扎却从未停止 某日 她的身份被揭穿 所有的真相露出了原形 在无法面对这一切的压力下 她决定写下一封和离书 离开了梁家 当梁天玲看到这封和离书时 却不禁笑了出来 或许她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来临 但她并未感到悲伤或愤怒 反而感到一丝释然 不久之后 梁天玲踏上了寻找妻子的旅程 在江南的水乡 她终于找到了那个曾经耍她团团转的姑娘 面对她 她用着沉静的语气问道 你是我的明媒正曲之妻 我们的孩子该往哪里去 这一问 道出了她对她和这段情缘的思念与期盼 从此这段错综复杂的情缘 将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延续 彼此间的爱恨情仇将永远难以忘怀